美中可以看到二十二號凌晨十二點 遠景巡邏到花蓮新城台九線和博愛入口時 發現對象有一名騎士騎著電動車 沒扣安全帽帶因此尚前攔查 沒想到騎士發現遠景後不但不停車 甚至不斷鑽小巷想擺脫遠景 警方見狀也立刻衝下車追人 男子正要躲進屋內時被遠景逮個正著 來看一下當時情況 插一下他什麼 你這份證報給我 原警一查發現這名二十一歲的彭信騎士身上 竟然背了五條通氣 而且都是詐欺案件 男子被通氣後就躲回花蓮老家 這回因為一個小小舉動漏線 被眼尖遠景盯上 當場被帶回派出所 一頌整辦